一阴一阳之味道 记者善也 成之者信也 观众老爷们好呀 乃是默默 跟随脚步一同走进唐人街探案的世界 他叫秦峰 报考刑警学院失败 奶奶让他出门散散心 去美国找远房表救 大名鼎鼎唐人街第一审探 唐人 然而纸醉金迷的唐人街 普通的D四口 唐人普通的窑 路边普通的黄色 在普通的桥 下车 黄色带队 破门而入 只发现了尸体 却未发现被盗窃的黄金 然而同警局的昆太 却来争抢案件 闹得不可开交 警局开会 说明案件 死者名为宋帕 雕刻工坊老板 唐人街黄金失败案嫌疑人 死因为体制强谋处 重击后脑 凶器指纹再拆机 并且调取了七天内所有的监控录像 局长告知黄金是严先生的 谁破案 谁身负局长 也是 唐人那边却风声水起 左青龙饮茶 右白虎甩尾 背后有树 柴神光顾 定要杀他们个一丝不挂 喂 老舅 你说句话呀 老舅 他妈 画个圈圈 诅咒你 果然外甥是舅舅的命门 毕竟正月里剃头 他不也是除舅吗 唐人输得一丝不挂 接了电话 找到了外甥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也不会堵仇 带着我亲爱的小外甥 他貌似喝错了酒 秦枫 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 在普通的动词大字中 普通的睡觉 秦枫起了 马上吐了 看他救了 急了眼了 窥上探了 迷了眼了 不过第二天 秦枫就被表舅唐人带着逛街 我好奇眼睛烫肿了 怎么这么快好了 啥药呀 我想转卖 这不卖爆了 我还说啥电影呢 然而唐人没有解释 我就只好继续讲片 来到了农贸市场买了只狗 给他探了个头 找到了王婆 说儿子找到了 赚了点小钱 赶付了下一个案子 买了个金项链 却被秦枫一语戳穿 我最狠骗子 我怎么骗你了 秦枫指着日历 18日阿湘的生日 这链子是从阿湘的礼物 并顺带说了下 接他那天 身上烟味很重 眼睛里全是血丝 指甲的泥扣 裤腿被磨得发亮 打牌去了 小学的学的 秦枫觉得舅舅搂 转身就想走 舅舅一把拦住他 做人吗 开心啦 还有六天就去看大皇宫啦 始终滴答滴答 来到了第二天 黄蛇小弟通过指纹比对 找到了凶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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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啪 唐人的电话却下 你杀人了 快跑 警方穷追不舍 眼瞅黄蛇就要和他转个满怀 然而 啾 啪 好歹二人是逃出了虎口 转了街角 却入了狼穴 三傻真醉饭盯上了二人 但是母有问题 摸唐人 可是唐人街第一粉探 首刃渣男 脚踢混蛋 怒叉狗眼 猴子偷逃 愉悦龙门 踢说奥义千年杀 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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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也承让 功夫再高 也怕拆刀 唐人说他不知道金子的事情 但经过提醒只知道 当时给宋帕送了快递 到一个地下停车场就没了 沈阳带着爆炸头去了停车场 留下了大壮看着他俩 大壮肚子饿了 转身去吃饭 唐人不忍心外生爱恶 递上了原味的猪脚 一来而去 是解开了手铐 顺带补上了另一个关爱 免得说我偏心的渣男 随风扶去 只留下大壮淡淡的忧伤 而下一个街口 却是全程通奇的新闻 只好跑去了阿湘家里 躲避下风头 送上爱的项链 但缘分呢 就是这么强 要么不来 要么来一堆 三贼人也来找到了阿湘 昆代哥也来找阿湘 紧接着黄瑟也来找阿湘 给他过生日 这下蒙圈了 玩完了 黄瑟直接见家找了 告别了大表哥 二表哥 三表哥 昆代哥给了唐人资料 让他离开这里 这是他最后一次帮唐人了 外甥秦风 却觉得有意思 要不还是破个案吧 还舅舅清白 先从偷个拉风的衣服开始吧 先来到了停车场 闻出了于心味 顺着找到了于世 了解了有辆报废车 找到了废车场 登高远望 却一脸茫然 来到了死者宋帕工坊 发现了四处的监控头 秦风的心理有了顶 可唐人却觉得有点怪 范克却听到了有人来的声音 堵到了床下 还好来了电话 三人准备离去 好歹人走了 不过秦风却发现了床下墙面的痕迹 看来事有蹊跷 秦风已经分析出来 接电话的黄死小弟 是他们的内应 之前他电话唐人逃跑 是为了保证黄金能够被找到 现在想破案 只能调出监控 唐人又来找到昆太 想让他帮忙弄到录像 隔天唐人撒上了钉子和珠子 调盗着一群大傻子 逃串的感觉像个疯子 黄死又摔碎了鼻子 然而秦风才看片子 32倍数播放全过了脑子 昆太给了他资料的本子 黄死回来找到了场子 却没有发现秦风那小子 气得大声说 个老子 拿到送怕资料的秦风 找到了老爹爹 翻译着太语 宋怕九年前和妻子离婚 有一个儿子叫做丹 一年前失踪了 秦风指着消费记录 有几个经常出现的地方 一个华人超市 一个幸运咖啡馆 二话不说 秦风带着唐人 去向了咖啡馆 来到咖啡馆 了解到他之前天天来 盯着窗外拍来拍去 调查了下住户的信息 发现一个住户和宋怕的案件 唯一重合的信息 宋怕儿子丹的学校 上门谎报自己是警察 了解小妹妹名叫斯诺 恰好电视要播出 二人的通缉令 秦风拉住了斯诺 好歹是躲过了一劫 然而出门就被大佬 抓去见了严先生 好在阿湘前来解围 严先生这才给他们 十天时间找到黄金 唐人想还假 却被还成了五天 殊不知秦风举出了OK的手势 请教我 少年 秦三天 三天内我就给你找出来 不然我赶不上二路的飞机了 唐人却崩溃了 还价还得这么狠 找不到怎么办呢 没想到秦风却淡定 毕竟严先生说 为鳄鱼的是唐人 而不是自己 果然坑舅舅 两人闹分手 秦风去聊妹 妹子请上楼 两小亿无猜 一指折捉力 妹妇却归来 空气似凝固 脑回停车场 车工攀越岸 秦风忙告退 电梯被拦住 老爹来送行 瑟瑟又发抖 镜头却转向唐人欲黄色 差点跑断肠 爬楼上工地 活路四一段 唐人级念咒 跌入升降机 仰天长啸探 回到旧工坊 唐人大声道 默默 诶 精彩 然而 寻某此 却指向了雕塑 秦风开始联合唐人 远景重现 开门唐人进入 拿起了板凳上的降魔柱 因此指纹被遗留 签下了送货单 唐人便转身 推上了货车 看到了工作室的送帕影子 然而这个影子 其实是假的 秦风彻底破解了谜团 可背后神秘人出现 要杀了他俩 好在唐人会武功 僵持了一会儿 神秘人逃走 但转身是火海 秦风却冲入房内 拿上了蓝牙音响 唐人聚集查克拉 尿顿 打湿毛巾之术 这才惊险脱困 回到阿湘家 却遇到了黄色小弟 挟持阿湘做人质 秦风却开口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大哥 可怜可怜我吧 我真的很惨的呀 别炸了吧 刹那间 说时词那时快 唐人夺枪 秦风拍脑 救下阿湘 却怎奈小弟起义了 阿湘推开了唐人 为他挡下了子弹 解决小弟送入了医院 唐人难受 精神自在在医院 已经不想再逃跑了 秦风问了句 你为什么来泰国 却让唐人到处的伤心事 他就要结婚 却遇到了绿帽子 村里待不下去了 只能来泰国 那时候我才明白 这世上 比所有人瞧不起你 还难受的机会 就是让所有人疼气你 没法子 回不去了 牛皮也吹出去了 牙掉了 咽肚子了 都以为风生水起 却整知道起起落落 落落落落 在外漂泊的人啊 都有自己的难处 秦风也说出 来泰国的原因 是他警校面试 没有过关 原由是他考警校的目的 是为了完美的犯罪 医生出门 阿湘就活 然而警车 却不管这两个伤心人儿 秦风用黄色小弟的电话 打给了三傻 告诉他们 钱就在医院 咱们哭日子 到头了 算他们到头了 唐人秦风 躲入了病房 然而三傻 进入了医院 秦风二人 趁乱溜走 秦风已经完全知晓 谁是凶手了 斯诺的养父 潘越岸 废车长工作 请了一周的假期 恰好监控录像 是一周覆盖 现在只差 杀人动机了 来到斯诺家里 却发现地上的日记本 和吞药自杀的斯诺 送入了医院抢救 却让秦风 在日记上面 看出了杀人动机 警方却追了过来 唐人打翻了推车 却点醒了秦风 勾引警察 来到了宋帕工坊 却误打误撞地 看到了佛像眼部的金子 推出了佛像 告知了黄金 就是佛像 说服了黄鼠 给一次机会 指认凶手 车上秦风 让唐人来陈述下故事 毕竟他才是 唐人街的第一审探 带着黄鼠来到了医院 凶手就是你 还没有暗示 你知晓监控录像 七天覆盖 于是提前一钟 埋伏在宋帕房内 不巧在床下留下了脚印 一周之后用降魔杵杀死了宋帕 再还有我过来送货 通过推翻医院的手推车 我找到了灵感 你在我牵制的时候 偷偷地堵住了送货车 打开了工作室 一想让我将你送了出去 真的是精彩 但你万万没想到 你惹错了人 我唐人街第一大神探 唐人街 听得是精彩 但李先生的杀人动机在哪呢 别急 听我唯唯道远 一年前宋帕的儿子丹死了 恰巧斯诺就是他的同学 通过斯诺的日记发现了杀人动机 宋帕的儿子失踪后心理异常 开始跟踪斯诺并诱骗斯诺实施了不可描述的恶行 然后潘先生看到了这本日记 我知道你会狡辩 但那个我拿出的音箱可不会认错人了 你打开手机蓝牙功能看看能不能自动连上 面对铁阵如山 潘月案对女儿说出我爱你 便跳下了楼 却撞到了昆太的汽车死去了 改日的副局长任命典礼上 昆太因为破获黄金案击毙杀人犯被禁声 只留下黄色苦痛的表情 另一头的唐人送秦峰去机场 却一眼看到了一个酒吧的名字停下了车 从唐人口中得知那是泰国最出名的同性恋酒吧 思绪闪回那则消费清单 来到了病房 斯诺 我要给你说另一个故事 男孩失踪了 他的父亲怀疑他的女同学杀害了儿子 女孩发现男孩父亲的疑心 因此编造了假日记 假装无意间被异常喜爱自己的养父看见 而日记最后被撕掉的基业 恰好就是这次案件的作案手法 却恰巧当时我们上门 于是女孩吃了药 烧了日记 知道我们会救下他 然而唯独女孩没想到的是 同学的父亲 是同性恋 不过这一切都是假设 但我没说 秦峰转身离开了 然而斯诺叫出了他 秦峰没说话 只是上前折上了纸 离开了 与唐人一起赶去了机场故事 也就到此结束了 Ending 我是莫莫 这斯诺的一笑 我今晚是睡不着了 那我们明晚再见吧 给个点赞评论转发吧 亲 我不会告诉你 这么好看的电影在虎牙 还有几百部呢 不说了 我要去虎牙直播 看经典院线大片咯 是nge 扣服を 绝士